张艺兴作为明星唱将来到天籁之战 接受民间歌唱高手们的挑战 此次张艺兴的挑战者一共有四位 第一位是邓玲玲,27岁,是一名歌手 第二位的名字叫徐建秋,24岁,是一名音乐老师 第三位,肖思琪,28岁,是一名研究生 第四位名字叫徐静韵,24岁,是一名来自香港的歌手 在这一组挑战者当中,绝对称得上是个颜值担当我 在四位挑战者做完自我介绍后 张艺兴调皮地问主持人,能不能同时接受四个人的挑战 主持人略带调侃的反问道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我们后面的其他三位天籁唱江都可以歇着了是吗 这时张艺兴赶紧摆手表示不是这个意思 搞得场面略显尴尬 最后张艺兴还是选择了挑战者中最漂亮的 也是最喜欢自己的香港美女歌手许静韵 可是在他发表对战宣言的时候 却始终没有正对着挑战者说话 难道是因为看到美女害羞了吗 在随后完成挑战达成仪式时 张艺兴也一直低着头 没有正面看一眼挑战者 看来是真的害羞了 张艺兴在结束自己的表演后 按照节目惯例 明星唱江都会在后方高台上看着挑战者的表演 之前的明星唱将都是站着看的 而张艺兴可能是因为有点累了 上了看台后就蹲了下来 惹得大火哈哈大笑 看到大家的反应后 张艺兴赶紧又站了起来 尴尬的问主持人这里可以坐下来吗 主持人回应说你躺着也行 全场再次爆发一阵狂笑 在挑战者表演结束后 经过现场明星嘉宾以及观众们的投票 最终张艺兴战胜了挑战者 在张艺兴握手送别挑战者之后 主持人又抓到了张艺兴的把柄 并开始向他发难道 在这个时候 我不得不说 张杰就算结了婚 也会给对手一个温情的拥抱 而这时张艺兴做事要去追已经离开的挑战者 主持人赶紧拉住 他说人家已经走了 不知道如果主持人不拉一把的话 张艺兴会不会真的追上去来一个拥抱呢 看完张艺兴在这一期天籁之战中的种种尴尬遭遇 小编觉得主持人这是在明着欺负咱们张艺兴老实样 不过抛拍这些尴尬遭遇不说 张艺兴的歌唱的确实很不错 一首刘海坎桥不光得到了明星嘉宾们的肯定 也深得在场观众们的喜爱 杨坤对张艺兴的评价颇高 我觉得你挺完美的 原来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偶像 长得也好看 舞跳得也帅 但是真的不知道你背后这么有才华 听完杨坤对张艺兴的评价后 粉丝们总算从之前的尴尬中找到一些平衡 或许 粉丝们就是喜欢张艺兴这种傻傻的性格 其实也蛮可爱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